现在是不是这个买新能源车的这个最好事情呢 又昨天表格给大家讲了 新能源车的这个国补在年底就取消了 到明年就没有了 而且这个补丁率都还比较大 而且呢这个比亚迪已经率先发了这个涨价声明了 也就到了这个月月一号之后 你在下定就会可能单台车涨2000到6000不等 其他的车型呢还没有这个发声明 但是呢我估摸着陆陆续续 他们也会开始发这个涨价声明了 那么是不是赶在这个涨价之前 就赶上这场果补的这个末班车呢 描格给大家这个聊聊我的观点啊 首先前段时间描格已经很明确给大家讲了 如果说你想考虑新能源车 尤其是你想考虑这个纯电车的话 你必须具备4个条件 尤其是你得这个具备加装充电车的条件 不然的话你会用起来很造型 如果达不到这些条件呢 那么尽量选混动车型 第二点呢你现在没有车要买车 或者你确实像我这个兄弟一样 你很老旧了我开不动了 我这个真的要换车了 也就是说你在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之内 你是必须要换车了 非常有必要 那么这种情况下 大家可以去抓这波补贴的最后的尾巴 去把车把它换了 因为你现在可以下定 但是它不一定马上有车交给你 一些比较低 可能要拖3到4个月才有车 因为毕竟呢 在接下来一年到一年半 这个区间车企想要快速的消化掉 当前补贴取消者所带来的这一波成本 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比较紧迫 那么可以去抓这波尾巴 第三点呢 你自己决定要换的新能源车 是什么价位的 如果说就是20万以下的 这个价位 它的补贴取消之后 对于汽车的成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这个价位本身的利润就比较低 可能当台车的利润可能做到就只有5个点 那么补贴取消之后 就非常非常现行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如果说你确实要换一台这个新能源车 而且时间就在这个 我说的第二条范围之内 那么建议你是可以出手 因为你即使到时候真的不换 那也没关系 大多数产家目前都是可以这个全额推定的 你就直接退了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20万以上 尤其是超过30万的新能源车 那么这一波呢 那就可以涨钱不要这么急 毕竟他们那一波呢 它的这个利润先对 会做的这个比较高一点 尤其是对于那些30万以上 之前本来就没有拿补贴的 那些新能源车 那就给你不用急了 反正呢 他从来就没拿过补贴 补贴没了 跟他没关系 所以他也不存在涨价的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某些这个三家 趁机在网上涨的 第四点呢 就是很多朋友还在问的一个问题 这个新能源补贴不是还在吗 这个不是杜伐通知说了 这个延续到明年 这一点呢 这个很多朋友是没搞清楚 新能源的国补和购置税优惠补贴 这个是两个概念 新能源的国补补到厂家去了 你去买车 你是看不见这部分费用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新能源的购置税优惠 是你自己去买车的时候 现在这个买新能源车 你不需要交购置税 你能省出这个一部分购置税的费用 这部分费用呢 确实这个优惠 还会继续延续到明年啊 但是国补取消了之后 它的成本就会上涨 它就会这个造成涨价嘛 所以呢 以上就是描画给大家的分析的啊 我们要不要在新能源取消补贴之前 抓到最后的尾巴 赶紧去下个地把这个羊毛耗住了 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补贴 一旦取消之后 要想再回来 我估计很难了 因为当时国家设立新能源补贴的目的 就是想促进和刺激 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车企 去造新能源车 进而实现整个技术和产业的爆发 然后实现了汽车工业的弯道超车 但是从目前来看 咱们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 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再用补贴 来刺激这个行业了 靠它自身 它就能够养活自己 也能够循环起来了 所以你要是不符合喵哥 刚才讲的那几个条件 大家就不要急 等一等 就像我一样 我就决定等一等 我等个两年 我再看 到时候虽然说价格 可能比起现在贵少 我贵一点 但是它续航长了 它的各种配置更丰富了 用这一部分来抵消它的价格上涨 我倒是觉得 我也能是能接受的 毕竟到那个时候 你拿到的是一个比现在 更为成熟的一个新能源产品